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背景履历却显为人知 这个大天二当年称雄豪江路上海上 何鸿燊第一次登陆澳门失败 便是被大天二赶走 大天二与澳门14K可谓深有渊源 是背后真正的教父级人物 崩牙居算是他的嫡传徒孙 看了大天二的故事 才会对崩牙居必须入狱的深层原因 有更多的了解 谁是大天二 前重召体育会长 萧景兆 要走进这位横行无忌 却又重情重义的大天二 我们不妨从澳门民间一断 痴情男女的爱情光暗说起 上世纪四十年大的某天 澳门半岛一茶楼张灯结彩 高棚满座 歌女梁小姐唱腔凄美动人 台下富商阔哨 欢呼喝彩不断 突然一个威武彪悍的猛人 带着一班手下冲了进来 来人轻衣白衫 横眉怒目 对着台上大喊 唱歌的 来浩门接问时 叫给很老子上贡 几位对梁小姐有意思的富商 跃跃欲试 想要来个英雄救美 骂了个把子 猛人呼的从腰间拔出一把毛色 砰的对着天井轰了一响 现场鸦雀无声 唯有一个文弱少年挺身而出 为梁小姐张一直言 原来少年叫刘二福 是个画师 对梁小姐有情有义 猛人手下一拥而上 捉住刘二福一顿暴打 被打得满地找爬 就是不叫区 猛人拦出手下 年轻人 我借你是条汉子 梁小姐的水 我不抽了 转身环视一群富商阔哨 个个人模鬼样 没半点血性 乱世人如飘瓶 江湖人看淡儿女情长 年轻人 再下个路口 不知对方会否手下留情 某人走出茶楼时 暗暗叹了口气 此人正是萧锦兆 此前在香山新二区 零有五十多名绿连好汉 抗战爆发后 内地香港富豪难民迅速涌入澳门 未受战乱波及 七年内澳门半岛人口 暴增至二十五万 商业随着繁华 萧锦兆带着一班手下 也在此间来到豪江 凭借手中准军事化组织 和一股绿林野性 大杀四方 本澳帮派 富商家丁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茶馆 青楼 燕芳 赌当 所到之处 都要给萧锦兆上贡 风光威水 无人可当其风 江湖人称 大天二 先有人知道的是 日后叱咤豪江的何鸿燊 第一次登陆澳门 事已失败告终 被大天二给赶了出去 却说何鸿燊 二十一岁大学毕业后 来到澳门打拼 借贸易公司做起职员 靠出海押运粮食 蒸下第一桶金 1947年 何鸿燊拿出全部家当 一百万港币 在豪江开了一间水火没有公司 直接供应澳门的电灯公司 生意火爆到不行 香港人来澳门做这么大生意 居然不给大天二拜码头 小锦兆都要看看 这何鸿燊是何方神神 一天 小锦兆到何鸿燊公司拜访 要求入股分一杯羹 没想到 年轻的何鸿燊勃然大怒 我的生意做得好好的 凭什么你来分钱 小锦兆直接跟他拍桌子 来我地盘发财 香都不说上一只 你以为我大天二是吃豆腐的 说完服笑而去 尖刀走过来的大天二 不喜欢来没用的 就喜欢直接亮剑 派上六名手下 提着毛色上门 何鸿燊以为只是恐吓 不敢来真的 对方就直接往没有厂里面 丢了一颗手榴弹 吓得何鸿燊厂子也不要了 卷起铺盖就跑回香港 第一次登陆澳门 杀鱼而归 以至于多年以后 何鸿燊依然对大天二耿耿于怀 大天二还有另一身份 便是六一中队长 1953年 与本澳帮派有联体育会 发生过一次激烈冲突 有联体育会会长叫黄承山 早年在广州打滚 在抗战名将 葛仙才手下做事 四九后 葛仙才去港 黄承山择来了两人人来澳门 并出任有联体育会头目 五无第一 都有军事背景的萧锦赵 和黄承山互不咬闲 冲突一触即发 1953年3月7日 大天二派出百名人马 包围黄承山位于德胜马路的府邸 双方发生十五分钟的交火 便造成一死两伤 这种大阵仗震动 豪江当局 并且大杀了有联体育会气宴 据称 有联体育会被后于何信乡贤 资金支持 而何信乡贤则是 萧锦赵乡左 想此一意 大天二再度叫响豪江 同年香港14K首领 葛赵黄病逝 大天二手下刑事风格火爆 也是在这一年 大天二的保镖丹严广 与一名特工在荣华酒店发生冲突 双方掏出家伙 互顶胸口 年底丹严广又带多名马仔 抢了鲜光爆竹场八万多元 随后白尔瑟捕获 发配非洲 一节湖六年 重召体育会在夜母港22号成立 萧锦赵出任首任会长 重召体育会被认为是 与14K关系密切 1956年10月 香港14K受当局打击不小 大批14K成员被尔瑟驱逐出境 转而来到澳门 投到萧锦赵的重召体育会门下 这批人中 很多成了后来豪江14K的骨干 包括余虹 马娇冯等 余虹是萧锦赵手下的一个火爆人物 性格生猛 做事相当出位 1974年 余虹跟本地帮派八驱仔发生冲突 八驱仔聘请香港金牌杀手 当街拦住余虹 锁臣出租车 用水喉钉 做吊余虹 四年后 余虹的两名门生 亮仔和陈阿戏 再度爆发冲突 亮仔 陈阿戏 都来自九龙城寨 亮仔进行放树生意 陈阿戏则是一名 红棍打仔 后来陈阿戏到亮仔身边收账 因斯团账款 与亮仔发生冲突 陈阿戏仗着 手下人马众多 反过来要求亮仔 给解雇费 并让出部分客户 双风谈崩 亮仔直接从香港请来 14K杀蛋熊 率行动组 与陈阿戏团伙展开火拼 陈阿戏和死党 陈克莲一命呜呼 这些都是豪江 当年14K往事的惊鸿一帖 崩牙居则是 萧锦赵手下头目 黑仔华的门生 算是萧锦赵的嫡系徒孙 当年大天二的权杖 日后落到崩牙居手中 古语说得好 恩怨由来久矣 当年被大天二赶出澳门 何鸿燊可谓是耿耿于怀 大天二与何信相嫌相左 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 崩牙居接过大天二的权杖 肯定有人不放心啊 这也是后来居哥 必须坐肩 埋下了伏笔 本期到这结束 下期更精彩 喜欢的看官 记得点个订阅 避免迷路 我是正恒传媒 我们下期见